詞曲 李宗盛 詞 曲 李宗盛 談詩經之前 我們要先跟同學提示一下 詩經當中有些用字 有些名詞 有些禮儀規範 跟我們今天都不太一樣 比如說像這個 我們現在都講乘車或者搭車 古人像馬車的話就用駕駛的駕 那麼用乘的話 就是這裡就有一個乘 這是乘車那個乘 再是牛車 牛車才用乘 馬車用駕 那我們今天就沒有這種分別的 所以有些字的用法古今是不太一樣 再過來呢 有一些的物品 像衛鴻木瓜這一首 這個我們同學應該都很熟悉 頭偶以木瓜 那同學都會想像是今天台灣的木瓜 那豹之與窮駕 駕是美玉 很好的玉或者是寶玉 寶石 那接著下一段呢 頭偶與木桃 木桃其實就是桃子 就是因為上一段有一個木 所以第二段也加一個木 這是詩歌的娛樂性 趣味性 那麼豹之與窮盟 窮駕名字呢 就從這邊出來 這首 詩呢 我們同學 大體都很熟悉 裡頭講的就是鮑居之禮 包就用草 把肉 把鱼 把水果都包住 因为这些东西呢 你要送人 没有包的话很容易 虚带的时候就是会弄坏 那么菊呢 就是垫在底下 水果之内底下要垫一些茅草 古人就用茅草 我们今天就用塑胶品像海绵 这些东西 这种就是包居之礼 整首是谈的就是这种礼仪 人际之间的规范 那详细的我们后头还会再跟同学说 这里要跟同学提示的就是 诗经的木瓜呢 跟我们今天的这个木瓜 是不太一样 同学呢 读了都认为是今天木瓜 其实呢 就是长在树木上头的 是一种花木瓜 由此可以知道诗经里头有些物品呢 跟我们今天的观念是不太一样 底下呢 诗经时代 像早上要上课之前要照一下镜子 当时没有玻璃 当时没有玻璃就用铜镜 当时没有玻璃就用铜镜 同学看到了这是铜镜的背面 有花纹的 另外一面正面呢 它磨得很平 就像镜子一样可以用来照脸 这一面铜镜呢 它是汉朝人的作品 背后呢 都有字 像这里呢 同学可以看得到 有一个字 颠倒的 歪向右边的天 再隔一个点 下来就是大 下 天下 再过来就大 那底下呢 这个字也是歪边 它是横的字 就是看见的见 再过来就是日 见日之光 有这个字 这面铜镜呢 它特殊地方就是可以照到自己的背后 它的字 这是背后的字 那么呢 对着太阳来照的话 可以照到自己的背后的图案 像这种道理呢 专家一开始还是不懂 就他们借着实验 终于发现 汉朝人是利用金属的特性 制造出来的 这个在网站上呢 在YouTube上头 它有说明YouTube上头的作品 所以可以知道呢 古人科技方面呢 实在是比我们想象的要进步 像大陆几位科学家呢 他们经过实验 找出了这个真相以后呢 他们申请专利 变成世界第一次有这种专利 这个人士 所以可以知道古人实际上呢 不用不漏物 不会很漏后 所以这里我们就提供郭沐若的 他的环显 他就在五二年的时候 他这个甲骨文字研究 重印的时候 他在续文里头就说了 说他是在二十几年前的时候 就把商周的社会 当成是原始社会的末期 原始社会的末期 后来他发现是错误 可是很多朋友 很多学者 仍然不知道改过 还是一直受他这些错误的观点的影响 所以可以知道 也有人认为 像诗经时代实际上有些方面 是相当值得我们欣赏的 不是很原始的社会 提到这些以后 我们接着就直接来谈诗经 诗经实际上是很难读得通的 为什么 因为在汉朝 这个政局稳定以后 经过八九十年 到了汉武帝的时代 诗经还是没有一个学者 可以从头读到尾 没有办法 那这些是古书 我们从头看起来大概有一点难度 所以就把它改成有标点的签字 出在汉书的《楚源王传》 就是说在汉武帝的时候 那么周鲁梁照 这些呢就出了一些 这个专书的先书 专书就单独一本书 这个诗经或者书经 周鲁我们都知道 赵同学也知道 这梁一般比较不熟悉 梁是在洛阳的东边 是历史上出眠旅的一个地方 我们后头呢会跟同学再提到 一般住在这个地区的 都是大夫人家 从商朝时代就是这个样子 那这些先师呢 都是在建元之间出现 建元是汉武帝的第一个零号 也就是中国历史上 头一个零号 那这个时候呢 义人不能读尽其经 就没有一个学者 可以完全把一本经书读完读通 没有人做得到 所以像汉朝时代呢 很多人都没有办法读通世间 就我们今天很多人都可以读通世间 所以这种两者之间关系呢 我们就应该要思考 很可能很多人可以读得通的 本身就是有些问题存在 那底下呢 也是引用古书 那这个也是比较难读 我们还是把它换成千字 就出在汉书的义文字 这个班固认为呢 这个鲁书 奇书 寒书 这些呢 贤晖其本意 这三家讲解的诗经呢 都不是真正的 诗经的原貌 真正的面目 不是 那不得已在三家之中 要挑选一家比较理想的 就勉强鲁书是比较理想 就是要勉强挑选 所以在东汉时代呢 班固的观点 就是汉朝时代讲解诗经的 都没有把诗经的真意本意 揭发出来 所以在汉朝做不到了 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可以做得到 老实讲 老师是会有疑问的 那当中是有很多的问题 诗经呢 确实是很难读的 好 这是要跟同学提示的 像鲁国呢 对诗经 这个比较专长一个深陪 那么这里面呢 这是古书的记载 我们还是患成签字 这是汉书的如灵传 他说呢 深陪呢 他是自己帮诗经来做训故 训故就读解 解释 亡传 可是呢 他不传给学生 因为他认为自己还不够格 或者当中还有很多 不是正确的见解 那以者则缺 有大疑问的 他就空白 也就不跟学生来说明 浮传 不传到后代 所以 可以知道呢 他比较谦虚 态度比较严谨 同样的 奇诗的代表人物 缘故呢 也是 很严谨的态度 在研究诗经 这古书的记载 我们可以改成签字 这汉书的汝林传 就是在汉武帝的时候呢 造集很多 优秀的学者 缘故呢 也被征召 当时呢 一进入朝廷 就会有高手德 可以有当官的机会 所以彼此之间呢 都会互相竞争 甚至排挤 那当时缘故已经九十几 所以公孙宏正好年纪很轻 所以这个缘故一看就知道 公孙宏前途很好 就提醒他要正学以言 要端正学术 不要驱学以阿术 歪驱学术 比如说拿易经来算命 那就是驱学 易经是不能算命的 易经呢 因为他是一种数理统计归纳出来的结果 他是把很多次用污归壳占卜 然后累计这些印证 然后得到了一个统计上的答案 跟我们今天的实际人生 那是无关的 拿易经来算命 那就是驱学 歪驱许数 可是呢 社会上一般人不能了解 有些人就专门用易经来算命 这就是驱述 俄语讨好 迁就社会人的偏好 那这样就态度就不够理想 所以今天我们就 一开始呢 就恶要跟同学谈一下 尖究的 比较正式的读法 他究竟应该怎么读 在知识家上头 就有人提出 为什么尖家这一首书 写的是秋天的景观 风景 这个呢 在国中考试时参考 是国中的题目 可是呢 回答的人他说 是因为有双的关系 因为双一出现 就代表秋天 所以整首是一开始写的 就是秋天 结果这个回答的 他是研究生的程度 其实就是国中的题目 那像这种思考 是不是很可取呢 产生双 那就一定是秋天 是不是绝对正确 我们同学不好考量一下 就是我们今天呢 要跟同学来互相讨论的一个重点 在古书上头像走转 走转 这个杜玉 他有一个注解 事例呢 就是杜玉的著作 就是提到白鹿为双 就证明是孟秋 龙历八月 这是就有白鹿 那么季秋呢 中秋过了以后 就会有双 这是传统的看法 日本学者呢 竹天光虹 他的毛诗会间很有名 他也说一开始看的都是秋光满目 金家苍苍 白鹿为双 就是秋天 其实呢 同学时注意的 想一想 一开始似乎就是矛盾一大堆 我们看今年的日历 就是中秋刚过 我们今天呢 是二十七号 秋婚才三四天之前 白鹿当然过了很久了 再过来呢 很快的就是寒鹿 再接近一个月呢 也就是双 双会出现 这是今年的节气 那一般人思考呢 都是很固定的 脑筋很石板的 就想到霜一出现 就是季秋 中秋过了以后 就会有霜 这是固定的思考 所以往往往会造成一些错误 我们也可以参考像杜甫对金家这首诗的读画 杜甫在安舍之乱的时候 也就是说他四十八岁的时候呢 逃乱到甘肃 带着全家 逃乱 所以当然呢 会到这个 尖家这个地方 到隆极这地方 看到很多的尖家 尖家就是芦苇 芦苇 芦苇幼年时候叫做尖家 开花以后就叫芦苇 是古人的讲话 那尖家这一首书呢 郑玄 汉朝郑玄呢 就认为他是在 叹息贤人没有受到重用 所以杜甫也就写的尖家这一首诗 竹子或者竹庭呢 也是在 以尖家来比拟自己 把自己比拟成尖家 也就是说 能力呢 没有受到使用 没有发挥 贤人失智 所以从汉朝时代呢 一直到唐朝 从来看杜甫的诗 就可以知道 他们呢 不认为 尖家跟爱情有关系 尖家在描述的 就是贤人 没有受到礼遇重用 杜甫在谈的也是一样 因为他在逃乱当中 没有受到重视 另外的像郭沫若呢 也是引导大家读 尖家这首诗的一个开封器的学者 他早期呢 他早期呢有所谓的古书经义 他就把尖家呢 用白话文把它再重写了一次 像所谓一人 他就把它改成我的爱人 所谓一人是不是就等于爱人 这是一个问题 那大家都一欧风的接受 所以整首诗就变成是爱情诗 这郭沫若年轻时代呢 有时候也是很冲动 这个就误导了 大家对这首诗的理解 底下我们一步一步的 跟同学来检讨 露汉霜的问题 会有露 只要温度达到露点 或者露点以下 就会有露 通常是夏天才会出现 那么霜呢 这个要到冰点以下 所以霜呢 通常在冬天出现 这是常态 另外怎么是白露 白露为霜 那是因为白露变成霜 露形成以后 就四周温度降到冰点以下 结果就变成冻露 也就是白露 白露就大致跟霜一样 可是不完全相同 因为白露是透明的 可是霜它是结晶的 是冰晶的 不会透明 这是两者的差别 除了白露为霜之外 当然苍苍也是一个问题 根据说文解誌呢 苍叫草的颜色 这个段宜才清朝学者说是青黑色 从而看这图片 这个草呢长得很旺盛 就帽盛 就带一点青黑的颜色 这就是草 那么秋天的植物 会是这种颜色吗 同学思考就可以了解 草草呢大概都是春夏之交 这种颜色 跟秋天颜色是不太相同的 接着就是尖家 尖家呢像 说文解誌尖就是花安 或者读成花安 为绣者 那么家呢叫尾为绣者 简单说尖家叫芦苇 的幼年时代就是尖家 尖家开花以后 就变成芦苇 绣呢就是开花 反是植物开花就叫做绣 像夏小正 这是商朝人所写的 有关夏朝历法的记载 夏小正讲的都是龙历 七月秀环尾 龙历七月 芦苇就开花 就中秋之前才会开花 这个还没有开花 就不叫芦苇 叫做尖家 开花以后 就不叫尖家 而称为芦苇 这是 所以尖家常常很明显 那是芦苇的幼年时代 应该是春夏春天的时候 那么芦苇呢它有一个特性 它抗减性很大 它品种很多 不过大致呢它是不怕延分的 在海边地带 芦苇呢可以长得很茂盛 所以我们还是接着 从另外一个眼光观点来看 就是从书的地理环境来讨论 芦苇呢它是秦峰 秦国的师哥 那么秦国这个地区呢 我们根据史记的记载 这个秦始皇很接触了 一个祖先就是徽祖 大家知道秦始皇叫尹正 他姓尹尹尹这个姓呢 就是要从徽子开设 从徽子 它为什么可以有着 尹这个姓就是因为 它在犬秋这个地方 犬秋呢大概在 这个甘肃李县这一带 等一下我们地图会秀出来 他喜欢养马而且呢很专长 这个马像这种汉学马 是很名贵的 像网络上报道呢 这汉学马在2003年时候 一批价值是人民币四千万 等而换成台币就可以知道 那是大概就是上益 可以知道 这个名马价值很高昂 另外的呢在古代时代化身战争 战争就需要马 所以周天子呢周孝王 就找徽子去养马 而且很有成果 就把这个土地呢送给他 让他成为附庸 而且呢 赐给他一个姓就是赢 所以秦始皇的赢姓呢 是由周天子守试的 最早的就从徽子开始 他养马地方呢 参考这个边墙的学者 因为他对隆西这地方比较熟悉 他的徽子呢 就在今天甘肃的张家川 还有清水 还有天水 还有李县 在这一代亚马 亚马是有他的地区性的 因为马对环境有些需求 比如说呢 需要迎婚 要有盐 这地方一定要采盐 古代才容易阳马 这是提供我们有这个线索 另外的呢 大陆从70年代开始 在天水这个地方呢 就发现的有两个 和秦国秦朝皇帝的加玛令 这个官员所作的统顶 加呢 反是代夫以上有轟地的 就可以称为加 代夫可以称加 是他私人的朝廷 因为他有轟地 所以就有他的家臣来帮他治理 比如说像征税这些 同样的皇后的皇后也有家 同样的皇后也有家 是他的家臣办公的地方 为什么呢 像女后的婚地有七个县 七个县 皇后的婚地七个县 这七个县所有收入 都是属于皇后私人所有 每一个县我们今天就设一个县长 所以从来看皇后底下 要有多少官员 来帮他管理这七个县 所以皇后家臣 这些都称为家 祖婆也有家 公主也有家 公主还没家就有家 那是家臣 为什么 因为公主王子呢 从小就国王就赐给他土地 根据赵国的例子 公主有两个县 公主婚地有两个县 这两个县收入 都是属于公主个人的 嫁了以后还是属于 属他一辈子的 终生都是属于公主的 所以他要有家来管理他的封地 总之呢 有封地就可以称为家 这个秦国皇帝呢 当然有他的私人的封地 所以他有家臣 负责养马管理马的就是加马令 他做的点呢 就在李县天水这一带 发现了两个 就是根据网站上可以分享的资料呢 老师把它抓下来 就是这两个地点 这两个地点发现的 这两个地点发现的 旁边呢 就是大宝寺 大宝寺呢 大宝寺呢过去默默无闻 现在就变成观光的圣地 为什么呢 因为有些人会挖魂墓 古代挖魂墓的风气很流行 同学看天龙八部 大理国的山宫 不少都是挖魂墓出身的 因为很多人盗魂 所以呢 就挖到了秦始皇祖先的魂墓 所以后来社会才知道 这个地方呢 就是秦始皇祖先埋葬的首寨 就是大宝寺秦宫墓地 就在这块修灵上头 这是观光的一个景点 那后来学者呢 就去整理 又挖到了秦朝呢 祭拜他们祖先的一些钟鼎 这些用具 可以确定以后 因为由祖先活墓守在地 大概就是李县那一代呢 就是秦朝人的心脏地区 跟金家很可能有密切的关系 所以我们就来检讨两者之间 是不是真的有关系 这个在甘肃李县呢 我们来考察一下 它的双出现的日期 根据记录呢 这个无双期平均 第一天是4月27号 开始没有双 这是平均 总之4月26号之前 平均还有双 所以换句话说呢 在春天李县这地方 还会有双 那么中日10月27 10月27 10月17 10月17是最后一天没有双的 18号又开始有双 所以由这个气候上的统计呢 我们可以知道 春天出现双 在李县这地方 是时常有的事情 也就跟肩胶走叙述状况 是符合的 另外的我们也可以看这灾害 李县呢 在春夏之交温度会很低 时常会有霜冻 在大概一年以前呢 有个兰州大学的同学 也来我们诗经课上课 那在四月的时候呢 他曾经探袭 说四月在新竹已经很热 可是呢 在兰州还在下雪 四月 四月中兰州还在下雪 兰州距离里县不是很远 同样都是甘肃 所以四月底呢 在春夏之交 还会有霜 那是可能的 好 尖家苍苍百度为霜 我们同学大致就可以了解了 他描述呢 很可能就是春天的景观 只有春天才能够完全满足所有条件 不会有矛盾的现象 接着我们再看其他的这些资料 像所谓依人 依人呢 郭沫若解释为爱人 我们暂时不管他 可是这个人呢 他是在水一方 或者在水之梅 梅这边 在水边 或者是在水之宿 也是水边 总之这个神秘人物呢 好像在水的另外一边 那像这一种呢 我们一般就认为 这个人他就住在这个水边 可是实际上 古代在水边是不能居住的 我们来跟同学说明一下 好 在这个 我们诗经呢 会提到水边 沙桌 有关联的就是跟制造盐 有密切关系 像上周时代 制造盐的器具呢 底下都是圆形 甚至是尖的 为什么要有这种形状 那方便把它放在沙桌上 所以 今天提到的水之梅 水一方等等呢 很可能跟制造盐 跟产原是有关联的 而不是人住在那个地方 有关三代要居住 像宫殿要盖的时候呢 因为它屋顶很重 所以底下的基础要挖得深 府代盖房子还是要打基础 那这里呢 像这位这个学者呢 他就说 这个浅的呢 只有挖大概半米 那么深的呢 可以挖到三米 基础 那另外这个学者呢 他就说挖的深度都是一米以上 局部呢 可以达到两三米 那这个学者呢 他研究就比较普遍 他还画成了 这个互原的图 可以佐证他的手法是比较可靠 另外的还有杨洪璇 他是主要谈论桌园 西桌 他们的新让地带 这瓦屋的宫殿 一般从而看红线 深度的基础呢 是1.8米以上 有的可以达到2.4米 就是因为这个柱子呢 底下 这基础要弄好 用大石头要跌至七八层 这屋顶才承受得住 总之呢 在商周时代 要盖宫殿 通常呢 最少要往地面挖一公尺以上 那如果说所谓一人 他住在河边 当然他不会住茅草屋 会住宫殿 那么宫殿呢 在河边你要挖一米以下 同时知道 那种后果是不一样的 就像同时到屏东 到恒春 你往地底下挖一公尺看看 同时一挖就可以马上得到答案 就出现了游泳池 所以在水枝梅呢 你要盖房子 不容易 首先他会给你一个游泳池 所以不可能盖房子 也就不容易居住 那么另外的一种建筑呢 我们能看网路 有这种图 这也是尖家的 他的图呢 就是在水一方 从来看他颜色呢 就跟苍苍不一样了 很明显就是秋天了 就是尖家彩彩那个意思 彩彩应该就有色彩 看这图就可以参考 是有色彩的 那么可是呢 他画的这房子也很奇怪 好像木头支撑起来的 可是又好像没有楼梯 让我们一同 好像搭直升机上去 就是在暑假呢 遥传了说西班牙 有一栋摩天大楼 三四十层 盖完就没有楼梯 遥传 好像在水中用木头架起来 支撑一个房子 这可能不可能呢 我们来研究一下 在长江下游比较潮湿地带 在史前有所谓 橄榄式的建筑 像这个就是复原图 同时可以发现 底下支撑的木头呢 并不是很高 而且地面上通常没有水 另外的像和姆渡的遗址 一复原 底下也是干干的 没有水 为什么 因为它这个高速地面 大概是一米左右而已 不会像 刚刚那个图呢 这个图好像很高 所以这个图呢 是不太合理的 好 这个 在水上用木头盛起来的呢 在南方是很少见到 在中原根本就没有 有的话呢 根据历史是在春秋晚期 在楚国出现的彰花台 它是在沼泽地带 用木头当作柱子 然后支撑起来的 号称中华第一台 那很有名的楼台 我们后来还会跟同学提起 所以用木头支撑的在中原地带 就从楚国开始 春秋晚期才有 所以秦国那个地区呢 兼家采用这种建筑 是不太可能的 底下我们看 学者对他的讲解 像树油从之晚在水中央 毛钻呢 就说树油就是顺油 顺油就是顺礼 这当然是牵强互灰 很可能就是东汉学者搞出来的 真正毛工应该不会脑筋这么笨 好 那么郑玄就说 万就是坐见 也就是眼看着就看见 这解释还是不清楚 所以朱熙的注解 他说描述了可以知道是秋水旺盛的时候 可是呢上下追求 而皆找不到 不知他在这个说什么 朱熙就明白想 这些句子根本不了解他的意思是什么 好 老师提示一下 这里很可能就是在描述神的状况 因为神才仿佛让你看见 可是实际你绝对看不到 好 所谓心成哲灵 也许就可能看到 这两句描述的就是这种 对象很可能就是神 不是一般人 好 我们也可以 用神话研究的态度来做个比较 像《九楚慈》的《九歌》里头有《香夫人》 我们看这《香夫人》 这是元朝人的作品 特殊地方呢 他就是脚底下都是水坡 另外呢 这个《何博》呢 脚底下头看有一只动物 他是坐在动物上头 所以就表示他是神灵之类的 神仙的人物 那像《香夫人》直接在水坡上 一呼不舒 为什么 理由看他的头发 他的头发是圆圈 从汉朝流传 头发有圆圈的 都代表神仙 像西王母就有九个环 九个圆圈 因为他们是神仙人物 所以衣服直接踏在水上 根本不会潮湿 另外的我们近代画家 像张大千 他所画的《香夫人》 就跟传统不太一样 他在延期南朝还有唐朝的美学以及佛教观点 用个道具 菱花来表示 他是神一类的人物 那呼报时也是一样 拿个道具 共同观点就底下都是水坡 可是衣服都穿得很整齐 那这也是不太合理的 这个《香夫人》这首诗里头有一句很有名 就正仇语的名字 就从这边来 目渺渺些仇语 就眼望着他却望不见 所以我们仇门不已 就是渴望见到神 在拜神的时候 渴望见到神实际上是看不到的 接着下一句就是逐世西水中 他的皇子根本就是盖在水里面的 那这是U2有人把《香夫人》拍成MV 这一句他就直接这么拍 水中他就直接这样拍 所以神身延误他的皇子实际上在水里面 西洋版的香夫人 就是头上戴着一个三角帽 这女巫戴的帽子 因为是女巫 所以身上都不会潮湿 这是西洋版 不过西洋版比较合理 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参考像九哥还有山鬼 山鬼像北宋画家 都画了元朝 都加了个美女 实际上神话中的山鬼 也就是山神 山神 就长像就是底下这条动物 就光是动物 传统的说法就是像豹那种动物 可是这样画也没有知道是什么东西 也不容易美化 所以后来就参考楚慈 就是九哥把它画一个美女 来表示山鬼 所以后代反是描绘 描绘山鬼一定会出现一个 气质美女 从而看就是民国的张大千 题材是神话没有错 可是实际卖点都是气质美女 甚至楼体美女 好 好 这个 我们从这些可以知道 实际上像西洋的板 比较合理 他底下提到这个水呢 我们就要留意 在李县这一代的这个河水的问题的 因为尖家这首书呢 可能跟河流有关系 尤其这里有很著名的西汉水 这个西汉水环绕的这个赵平春 这是赵子龙的赵 这里是学者专家公认的秦朝祖先的首都 他们红墓就埋在大宝子 这古人的一种条件 在夏商周呢 帝王一属 他红墓的埋上地点呢 大概就是距离首都 一天可以到达的范围之内 那我们看酷狗的地图 这两地直线呢就是这么长 那上面这一小段是两公里 两公里 所以同学看不会超过现在五公里 直线距离不超过现在五公里 换句话说 古人一天就可以到达 所以学者推断呢 这个秦始皇祖先所盖的首都 就在今天的李县的赵平春 可是很多遗迹都没有找到 为什么呢 因为曾经走山 山崩走山 这地方整个城市都被山埋住 所以也没有人有那种工夫 再把这这么多的山土把它搬走 所以一直没有看到遗迹 在赵平春附近还有一个特殊的地点 就是长道县 长道县呢是很重要的 它是产盐著名的 因为养马跟养其他的家畜一样 都需要研发 我们看明朝的马镇 他们一个月大概两二十天 或者半个月要用盐水呢 让马来喝一次 今天的这个畜牧呢 或者畜牧呢 这个同学看 多准备的盐块 像这是台大牧场的 让羊呢 有需要自己来舔 这个反式动物都需要 羊马当然同样的 杜虎逃亡到甘肃 也曾经写的一首圆景 也就是我们刚看到的长道县这地方 那圆景呢 它有一个注解 这字比较小 所以老师把它换成圆版 也就是圆和郡县图字 我们同学可以看一下 这个这是属于西汉水的流域 那圆景呢在县东 在长道县 三十里 那么水与暗起 水跟暗是平的 表示水很轰烛 那么炎极干磨 食之破气 所谓破气呢 是讲不会长大脖子 大脖子就缺点 今天讲的缺点 会大脖子 那这里的盐呢 吃了可以治疗大脖子 传说呢 刘邦的妈妈就是大脖子 那刚好有将领管理这地方 我们知道这盐的妙用 就提供给刘邦 就据说呢 治疗效果不错 所以刘邦就赐给大将每个人 一用这个地方的盐水 所以这里的盐很有名 本来很可能就是一个湖泊 一个池塘 可是呢 因为关中地区缺乏盐巴 很需要盐 而且它这里品质很好 就被过度开花 所以到都府去看的时候 到唐朝时候 看到了已经只剩下井 这大概就是过度开花 老师看尖家就判断 当时还没有深入研究 第一印象就怀疑 这就是在描述一个盐浮 盐瓷的 好我们可以看这个地图 这里呢就是大宝泽 这里就是李县 这个地方是传说的首都照片 这里是产盐的长道县 在旁边就盐关镇 因为这里产盐 所以会设置官署来征税 这国家很重要的税所 这是盐关镇 那旁边呢 我们同学说打三国 应该不陌生 就是齐山 齐山 还有一个五猴瓷 五猴瓷 这我们等一下还会再提到的 好 这里面因为产盐 所以我们要提到 盐出色的地点通常都在河谷或者是沙洲 像这些研究呢都是说明在河谷中或者沙洲上产盐的 这也就是所谓一人在水一方在水枝梅就强调这个沙洲 另外的秦朝人始终不放弃甘肃李县这一代理由很多 我像这个学者就说秦人倾注全部心血跟热情 争夺该地区的潜在因素 所以获得这盐业基地的控制权 一观中缺少盐 所以控制这个地区呢 这个可以发生很多的力量 所以诸葛亮六出其山 七出其山 同时就可以知道跟这个长道县 跟严谨是有点关联的 因为它是很重大的财富 检讨历史上古时代战争通常跟盐池的争夺有关系 像这里呢就说唐于夏商周的新王 只是执掌盐池的财富势力的更迭更替 另外呢像盐皇之战实际上是因为盐而产生的 就是一般中外学者是公认的有这种说法 底下我们就以一个争夺产颜地带的历史 让同学参考 这里呢我们就以这个无锡县来当立正 无锡厚狗就在这地方 就是跟这个地方是无山县 这里是亨杰 正好大概是一个三角形 今天这个地带呢叫做鸡心 为什么因为中国地图呢看起来好像一只老母鸡 这里是新藏地区 他们就取云为鸡心岭 无锡的宝原山呢今天看起来是这个样子 已经荒惠了 主要到七零年代以后呢 它岩分逐渐的下降 因为岩层会有变化 比如大地震等等 或者过度开发都会影响到 后来到了九零年代就整个被抛弃 放毁掉 所以今天还可以看到 这岩水滚滚的流出来 这在古代是很珍贵的 因为根本呢就是不劳而获 不需要用其他辛苦的方式就可以获得岩吧 一般岩呢都是从河底出现的 这个少数呢是从山壁上直接跑出来 像七处呢都是从水底涌出的 所以岩屎人根本不懂 也不晓得去使用 可是呢这个八人他们呢 花明用木桶隔开淡水 岩泉是从河水底下冒出来 他们观察因为以气味颜色 还有动物时常来喝 他们就发现这里产岩有岩泉 人聪明之后就可以思考 就用木桶把它隔开淡水跟岩水 所以八人呢就能够产岩富有起来 比楚国等等都还要富有 后来因为太有钱就整个腐化 国家整个就被灭亡 是因为产岩太有钱被灭亡 自我灭亡 这地方就是五 今天呢这个地方观光有很多标述 像这些古岩道古代玉岩的 同时还有这种触目惊心的战壕 表示古代为了争夺这个岩巴呢 像秦国跟楚国发生了很大规模的战争 甚至呢这一战还发生了所谓的 这个祖楚文 也就是这个秦国呢是 把所有的兵力投入战场 他还担心打不赢 所以就事先祭拜这个吴贤 吴贤就是吴心的地方 就叫灵吴 他就称为批贤大神吴贤 就先跟当地的 因为要在当地发生大战 所以就先祭拜当地的灵吴 然后事先说明楚国的这个罪行 这古人作战的一个方式 但是民心也可能可以造成心理的压力 影响对方战事的心理 因为这里曾经有一个吴国 所以今天呢有所谓的无文化 同学看到的就是重庆晚报 电子报呢老师把这 看头把它拿下来 让同学参考 像这个灰天的表演呢 当然表示这是女神 神仙才做得到 这里因为是产颜 所以有女神 河流会产颜一般 传统观点认为是女性的 因为女性才可能生产 所以颜神呢 在上古呢一般呢 都认为是女性比较多 这里就是一个女性的 其他地方产颜地带呢 像解除山西的颜祠呢 从而看他们的庙宇 规模都不是很小 总之呢产颜地带 自古以来都会有神灵 都会有神 都会有神 好那么尖家这首诗呢 很可能就跟颜神 也就跟西汉水产颜有些关联 另外呢 诗一开始呢就提到尖家 提到芦苇 这跟矿产是有关联的 在上古时代呢比如说要找铜矿 古人呢不需要用仪器去观察 只要看所长的植物 就是一种标志 因为产同地带 就会专门出现一种芽刷草 就是铜锈草 像今天呢 网路上还可以看到 这原来是古铜矿的地区 今天还是会开这种 这个芽刷草这一类植物 所以它是一种矿产的指示性植物 同样的有盐分地带 植物也有这种现象 盐泉的指示植物 我们同样採一下褲狗 像这盐泉呢 就可以发现有很多指示植物 这种植物呢 洋人叫做富花蜜草 可是实际上同样看起来这像什么 洋人叫富花蜜草 我们东方人看起来像什么 像不像芦苇 根本就是芦苇 这两种植物呢是很奇怪的 我们来分析一下 这是环保上今天很大的一个困扰 因为这两种植物是你怎么杀都杀不死的 而且是水土保持很有用的一种植物 比如说上海发现长江会造成水土流疏 为了增加这种海边新生地 他们听说美洲的富花蜜草很容易把流沙抓住 产生新生地 就从美国引进富花蜜草 就一种以后呢 长江口整个芦苇 几乎都被富花蜜草侵占 大陆想要把这个富花蜜草把它减少 把它杀死 只有死中做不到 因为它几乎是杀不死的 那另外的 美国也羡慕这东方芦苇 效果很好 可以制造新生地 结果就把东方芦苇引进到美洲 就一引进以后很惨 原来的富花蜜草都被侵占了 都被侵蚀了 而且美国人想要杀芦苇 怎么杀也杀不死 而且呢 这个大陆引进富花蜜草 它的种子还飘过台湾海峡 自动飘过台湾海峡 来到淡水河口 在红树林的地区 它就长出了富花蜜草 那淡水地区呢 因为保护红树林 要杀富花蜜草 可是怎么杀都杀不掉 所以造成环保上很大的困扰 一直无法解决 总之这两种植物呢 在生猴死还有形态上 有很多的相似性 可是这两种植物呢 好像长错了地方 芦苇它好像应该长在西半球 就却偏偏长在东半球 富花蜜草应该长在东半球 结果它却跑到西半球去了 这很奇特的 总是很相同的植物 芦苇它的绿叶可以 一些可以维持到初冬 它用途非常广泛 很多 可以织造席子之类的 而且是很好的饰料 这是根据天津地区 海边延伸植物的解说 它在海边很多 同样大致了解以后呢 我们来看专家的说法 金家彩彩 这个彩彩呢 茅钻吧 然后说是七七 七很可能跟雨水有关系 因为它是水旁 可是一般人不了解呢 都把它改成草字头 草字头的七 就变成很茂盛 这一般的解释 朱熹呢也就根据草字头 说彩彩就是 长得很茂盛 而且可以采取 那么像这种解说 实际上也都很牵强 因为朱熹已经承认 他前面看不懂了 所以这里解释呢 是牵强的 因为你采取很多芦苇干什么呢 最直接的就煮炎 煮炎才会采很多芦苇 我们后头接着看 我们看七七这个问题 牵涉到李县的夏季 李县的降雨量呢 夏季就有很多暴雨 统计它是占一年的 将近百分之五十 历史记载也证明这种现象 我们看七三古堡 有关七三的历史记载 像《华阳国字》 就记载有一次 诸葛亮出兵齐山 就正好碰到盛夏大雨 所以后勤这粮食无法运送 诸葛亮只好退兵 那这一次呢 退兵的时候 就射杀了张河 射杀了张河 从而打三国就知道是哪一次 所以实际上呢 这个地带真的是雨水很多 这是齐山堡今天的观光景观 水晶处也有描述 说黎道元当时在看的时候 还看到有很多茂草 茂草呢 他说是诸葛这样所留下来的 当然这些草跟芦苇有关系 这个参考兰州大学 他们这个电子资料库 他们有所谓的草地农业科技学院 他们学院听说有三十几个 竟然有这种学院 老师一看呢 他们有些资料库做得很好 所以描述芦苇呢 它是一种抗逆性强 生物量高的优良木草 所以在羊马的年代呢 它既然是优良木草 均盈就少不了它 从而看刘雨昔的西塞山淮谷 顾脸潇潇如笛秋 所以因为跟草马有关系 就会有芦苇 诸葛亮是聪明人 这么好的木草 它当然会种植 所以黎大远还可以看到有芦苇之类的 所谓尖家彩彩呢 我们看网路上的照片 这个楼祖呢 是在十一月的中旬所拍的 从而看这个照片 这芦苇呢就有各种颜色 春天一绿就是苍苍 因为它没有开花 叶子也不会变色 可是呢 到了秋天以后 开花呢 就变成增加了白色 然后霜一下来 冻得厉害的就变成黄色 有些没有冻到 还可以维持到早冬 初冬 所以一株芦苇上就有三种颜色 这种就是彩彩 金家彩彩描述的就是秋冬的景观 秋天秋末的景观 金家七七描述的就是夏天雨季当中的景观 从春天写到秋天 这是同一个楼鼠拍的 从而看也都是颜色 有绿有黄白的开花 因为远是远观 所以比较少 看不太清楚 不过到处都是芦苇呢 就是海滨地带很容易看到的 因为芦苇它的用处很广 根据历史记载呢 宋代的芦苇编成的芦苇袋呢 装盐小袋可以装到五十八公斤 大的芦苇袋一袋可以装到一百多公斤 它是组原的最重要的燃料 因为你杀不死它 等于取之不尽 用之不绝 不花钱在海边就可以找到它 所以煮原你还去买木炭 甚至买石油来煮原 那不是开玩笑 成本太高 芦苇是完全不花钱 免费的燃料 而且它叶子可以过滤芦苇水 让芦苇可以清洁 然后还可以编织盐袋 同时它有其他用途 像荷姆渡 在新石器时代就可以制造席子 像这个就是留下来的残片 这个芦苇呢 我们一看网络上很多 都一望无际 那这些主要的就是 他们为了要组原 最少要上百公顷的芦苇 来不断的补充这些燃料 然后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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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